之外都沒有痕跡 你知道無痕的關鍵點是什麼嗎? 欸你們的行業啦 因為你是模特兒的教授耶 你們怎麼樣就是 做出就是避免看到內褲痕的保護 一般都是要穿丁啊 可是有人不喜歡 那怎麼辦? 你知道我有法寶 就是我特別嚴選 請看上一支那個更衣室的畫面 因為拉開是不是有 是不是看到我的內在寶貝們 你知道我穿遍世界各地的內褲之後 因為我也拍過內衣廣告 我終於找到真的無痕的內褲 而且它不是靈智喔 它是死角 所以它會舒服 這就是我穿 所以我每一次呢 我幾乎都一次就會訂大批 然後在穿這個內褲的時候呢 我一定 不是穿內褲 穿Legging的時候呢 我一定就是穿這個內褲在裡面 我拿給大家看了吧 這很重要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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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穿遍各個內褲品牌之後 我發現呢 好我現在先舉例好了 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三個品牌 是我個人常穿的 那就是價位也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做參考 但是前面呢 我都會先拿維多利亞的秘密好了 因為同一個品牌這樣蠻比 我覺得比較公平嘛 你知道喔 有 胃無痕褲跟真的無痕褲兩種嗎 有聽過但是不知道怎麼區分 你有聽過無痕褲嗎 有啊 你看這兩種都是無痕褲喔 哪裡不一樣 好 第一個 這個 這都是維多利亞秘密的內褲 你有看到這個 它的邊邊有所謂的那個防滑條 防滑袋 對 然後 腰頭也有 嗯 這樣子呢 大家都以為這樣子無痕褲對不對 No 它這樣子的設計啊 反正是你穿的時候 它就會在屁股 直接就是勒出兩條肉的壓痕 我待會試穿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是 假的無痕褲 也不能說是假的 就是它其實無痕效果非常不好 它可能是 自以為無痕 然後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磅數就不一樣了嗎 其實我這樣手拿 你是不是就會看到它裡面 然後 它的 你看它的裡面就是硬體層性 質量好像比較厚 這比較薄 比較薄嗎 對 你手能不能看 喔 真的很好 然後你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厚 是不是一個比較有感覺 脫下來也比較有感覺 你不要接這一聲話很曖昧 但是這個就是有壞處 因為 它就是它是一體橫型嘛 然後它比較薄 它穿起來會真的無痕 然後它就是很像 不管你人是肉肉的還是是瘦瘦的 或者是你 反正就是會有東西溢出來 你也沒練過的身體 我跟你講都不用害怕 因為它基本上就很像 皮膚這樣薄薄的 很像那種面膜敷在你的身體這樣一層 可是它的壞處就是它 大概我覺得你天天穿天天洗它 頂多就是一年 它就會 它不會彈性皮髮 它不會彈性皮髮 可是它會 你知道就是 妖妖 對 它們也不會皺起來 我覺得這應該是它們的專利布料 可是呢 它就是會 有點變形 然後會鬆掉 因為它不像這種這種 就是鬆緊帶 所以你說這個褲子穿到最後 它會皺褶有痕 然後它會有點鬆 就是有點像那個我們的 T恤穿久 不會有荷葉邊嗎 它就會有荷葉邊出現 然後另外兩個品牌呢 是大概就比較熟悉 一個是熟悉 就是CK 那它也有出 可是台灣好像都沒有進 所以 為什麼 我不知道要問一下 因為我在台灣一直沒有買到過 所以我是之前每一次回紐約 我就會買一大堆 然後 你看這個也是啊 你摸一下 它其實也是有一樣的提層性 嗯 可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看喔 因為大家 大家自己看喔 因為我覺得這跟每個人的身體 尺寸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褲底的寬度就有差 就有差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寬度 因為這個有些時候你知道 中瓜嗎 呃 對 它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東西 跳一下會夾縫對不對 哈哈 你是說會吃屁股之類的嗎 它也不至於 可是它就是會歪一邊 就是你會要瞧一下 然後這個是大家比較不熟的品牌 那它也是 它叫commando 它在一些 我們台灣女生熟悉的電商品牌都找得到 你摸 它又是介於這三種 剛好布料 你看它又是再厚一點 它介於剛剛的第一款的那兩件的中間 但是呢 它的壞處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點類小丁 那它是最耐穿的喔 就是 以CK 然後commando 跟 commando 跟那個 維多利亞的秘密 這三件比起來 它是最耐穿 你說最耐穿是穿最久 就是它比較不會有河葉邊 出現 然後很耐心 可是它的壞處就是 它有一點的類小丁 然後它的價位最高 所以 就是 看個人喜好 好 好